我們不會說沒有在做事,這是不公道的 但一定是做得不夠,否則主席你,明天也不用有動議 力度很小,比起現況,我想說阿富閣也知道 現在輪候拆了27萬戶,居民輪候大約 你自己政府的數,大約有九萬多十萬不適合住房 都未計其他不適合住房 如果這樣約一約的數,那裡差不多一百萬香港市民 是住在一個不理想的空間裏 大家的情況是很鮮明,不用爭的 一百萬人面對房屋問題,然後你做了五百多個單位 去應它所需,公屋的建屋量又不夠 最高峰的時候,你都是做過渡性房屋,都是千多個 你交了一份文件上來,我們是很難滿意的 到底現在我們經常說過渡性房屋的基金 或者是社會房屋的建設基金 政府有沒有意向會做 會不會有一個專款專項專地的方案會出來 我們承認,其實那個叫做力度方面 其實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多 我否認,在幾百個單位 相對於現在龐大的住屋的需求下 以及很多朋友居於不適時居所下 其實某個程度上,這個力度是不夠 以及那個需求是失衡的 這點我們是知道的 至於我們會不會有一個專項基金 去做過渡性房屋 我們對這個建議 對議員的說法來講 我們是非常積極去考慮的 政府今天的回應,告訴你 主要兩大方向 第一方向是怎樣呢? 就是匯集民間力量 第二呢,就是怎樣考慮一下 甚至是積極地考慮一下 怎樣去專項撥款 怎樣去協助民間呢? 能夠可以興建更加好些 或者多些一些角度性房屋 給一些需要的居民 就是我主要看兩樣東西 但是主席,看到政府的態度 正如剛才兩位的議員都一樣 政府是社責的 政治是不承擔責任的 政府自己沒有想一想 它自己應該在角度性房屋 扮演什麼角色 這個是我最遺憾的地方在這裡 是 powdered分子 電力量多得要 發生的地方 就 pis掉啦 你把這裡不明樹 有這麼多的地方 然後還給你 我們都這樣誓不明